國長怎麼看民眾黨立委張錡凱說 憲法保障工作權 而且高宏安的社團是發生在 不是發生在他新組織長任內 因此內政部要求他停職這部分是違憲的 第一個要求停職這件事跟大家講 憲法裡面不管是第十五條或是第二十三條 大家都知道這個浮公職是我們的這個 不是權利也是不只是權利 然後也是一種義務 那在二十三條裡面有非常明確的規範 就是工作權的保障如果你牽涉到很明顯的公共利益的時候 應該按照二十三條裡面的憲法比例原則要予以規範 那另外在地方制度法的是立法院通過的地方制度法 那他在司法院這個判決的部分 我們是引用地方制度法 然後在停這個辦新的這個部分 我們是引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所提的這個解釋 他認為呢如果他不是屬於維持基本生活所需的話 其實不一定要給他辦新 所以我們是按照不管是憲法的層次地方制度法的層次 或是行政人事總處所引用的公務人員的奉集法三個條例呢 我們要做成最後的這個處置的方式 那部長怎麼看就是華盈有說他想要把那個辦新 原本是想要捐坐新竹的極難救助 這是我所說的 我們當時在這個因為他是福公職也是公務人員 當時的這個這個這個的處置方式就是說他要維持基本生活所需 那我們所了解這個高宏安這個 前市長他現在呢不一定為了維持基本生活所需 所以這個辦新對來講不到十萬塊 他要捐坐極難救助我想捐坐極難救助這個大概很多NGO團體或是其他公益團體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如果康國家之凱啊把本來應該給他的薪水捐出來的話我覺得大概是不符合我們行政人所說的奉集條例裡面的相關的維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奉集條件 市長會擔心這樣的決定可能讓之後不管在預算會期當中對其他民眾導致有什麼 我們尊重每個立委對於這個我們行政部門的監督 但是我剛剛所說的關於這個高宏安前市長所引用的部分第一個是司法院或者說司法系統造成他的這個貪污之罪條例 所以事實上呢我還是一樣我們不管是引用憲法或是地方制度法或者是公務人員的奉集法的 我們都是按照規定按照憲法按照我們的行政命令上面的規範來處置 另外這個總統他所稱讚說內政部直接做這個停薪還有停權的決定 那想請問說內政部是為什麼沒有選擇辦薪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齁我們看到這個行政人士行政總署所提的條件裡面就是說 他如果是為了維持基本生活所需的話 那我們大概就會讓他有辦薪 但是看起來高宏安前市長他不是為了維持基本生活所需 他要拿國家公務員的薪水給他的錢拿來做緊難救助措施 緊難救助措施由我們的社會系統或是我們其他NGO系統可以幫忙 我想不差這個十萬塊 現在不用了 幫助措施 我用建議 切開 不凍 我用到 我用個 我用這個